咖啡渣如何处理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在格拉纳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 让咖啡残渣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就在这个咖啡厅每周都会产生40公斤的咖啡残渣 生产咖啡的企业则超过两亿吨 将这些咖啡残渣直接扔掉 回加速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有毒害性的 可以通过回收咖啡残渣 将它们转化为新的健康食品 并且作为其他食品的天然防腐剂 至于未来这些研究人员 二氧化碳三非鲜 大家估计 dry不知 我们 confirm